另外一起重要的案件 就是江國慶案的一億多元補償金 國防部已經全部支付給江家 不過這筆錢不能夠由全民買單 國防部針對涉案的陳兆敏等八名軍官 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財產假扣押 陳冤十六年遭挫殺冤死的江國慶 終於獲得平反 國防部已經將一億三百一十八萬五千元的補償金 全數交付給江國慶的媽媽 但這一筆錢是由軍事法院以法先澱付的 不能由全民買單 因此國防部已經打算向當年的承辦軍官 展開求償行動 國防部一行事補償法 對失職的公務員求償 包括前空軍作戰部司令陳兆敏 涉嫌行求的柯仲慶 鄧正環等反情報人員 總共八人 為了防止他們脫產 國防部更罕見的向台北地院申請假扣押 接下來將由台北地院陳審法官做裁定 只是對江家人來說 江國慶的冤死再多金錢也無法補償 反江國慶清牌才是重點 賠償不是重點 第二點就是檢察官辦陳兆敏的事情 到底如何 請政府告訴我 江國慶遭錯殺的冤案嚴重衝擊軍方和司法形象 這次軍方主動發布對當年失職的軍官 巨額求償的消息 不過江家人始終希望 造成江國慶冤死的相關人員 也能都得到制裁